靠嘴还拿下聊了两年半的网友 登线当天 看到他人之后 我整个傻掉 扭头就跑 却被他从身后拉住胳膊 跑什么 不是你非要缠着见面了吗 我僵硬转身 老老实实地锯了一躬 老师 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 他却不肯放手 反将我抵到墙边 凑近了耳语 喊了两年半的老婆 怎么突然改口啊 今天是和网友面积的日子 我一大早就起来收拾自己 出门时 还和室友夸下海口 就我这中分头被带骨 还不把他迷死 纪伯达探出脑袋 万一他长得巨丑怎么办 我一愣 不能够吧 他的声音还蛮好听的 我还见过他的手 挺粉嫩的 他的锁骨 性感诱人 他的春光 白皙饱满 纪伯达无情的打断 可是你看的都是零件啊 他要是没 怎么可能忍住不发照片 我的热情一下被浇灭大半 实在不行 就去投客实吧 撩了两年半 他就是鬼 我也得去看看真容 云城的冬天裤裸 我穿着背带裤 动得发抖 这一套穿搭 是某书网友投票选出来的 都说明新同款穿搭 保准把对方迷死 我哆哆嗦嗦进了咖啡店 缓过气来 突然看见一个熟人 我偷偷拍了张照片 发给纪伯达 你看我遇见了谁 纪伯达秒回 卧槽柳霸王 贺强你也太贝了 柳如烟是纪伯达他们系 专修无情道的老师 他的课 无论是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你都必须准时到达 晚一分钟 那你这学期就别想好过了 不安心 他不是我老师 我低头飞快打字 他是你们系的老师 应该管不到我吧 再说 我都快毕业了 网恋又不犯法 我偷偷瞄了一眼 发现他静止走到窗边坐下 温文尔雅 心如止水 还长着一张女主角的脸 太神秘了 我等了一会儿 手机收到消息 今天冷 出门的时候穿后点 我刚到 路上慢点 不着急 我回到我也到了 没看到你啊 你今天穿什么颜色衣服 黑色 我抬头扫了一圈 时间还早 咖啡店里客人不多 而穿黑色貂皮大衣的人 只有一个 柳如烟 那你在哪儿 他回到 我在门口足足愣了一分钟 好死不死 语音通话打了过来 柳如烟抬头 循着铃声看到我 对视的一瞬间 我掉头就跑 纪伯达 救我 我里个骚缸啊 我聊了两年半的网友啊 我的crush 我的压力释放神器啊 为什么是他 纪伯达说的对 我痛得太背了 不幸的是 我今天穿的鞋 垫了增高鞋垫 压根跑不快 刚跑出去紧 就被他从身后拉住胳膊 跑什么 地上有水 滑倒了怎么办 柳如烟声音偏冷 我压根不敢抬头 不是你缠着要见面的吗 怎么见到了又要跑 我弯腰 深深地鞠了一躬 老师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柳如烟身形一僵 气笑了 他呼的用力 将我抵到墙边 凑近了耳语 喊了两年半的老婆 怎么突然改口吗 昨天还叫上宝宝了吗 柳如烟温热的气息 在耳边孵过 声音轻柔 要多暧昧有多暧昧 但凡换张脸 我就扑上去了 可现在 我甘笑几声 啊是吗 哈哈 有可能是误会了 我的手机进过水 他经常失灵 有时候把老妈打成老板 对一定是这样 老师打成老婆 很正常吧 不离谱吧 他会信吗 柳如烟没说话 依旧保持着超出 正常社交距离的姿势 俯视着我 我腿都发抖 心一横 大不了给他磕一个 柳如烟像是看穿我的小心子 轻轻笑了一声 接着松开手 脱下了大衣 披在了我的肩上 他也顺势钻进我的怀里 搂着我的腰 属于他的温暖瞬间将我包裹 他将脑袋埋进大衣的衣领里 还顺势紧了紧 我正正地望着他的眼睛 看到他笑了 背带裤很帅气 但不是这个季节穿的 冻坏了 又要我哄着吃药 原本被风吹得冰冷的脸 冻泡两个星期 终于让他答应和我见面 这一天的行程 我做了无数个计划 可此刻 我安静如昆 乖乖跟在柳如烟身后 屁都不敢放一个 到室内脱下大衣后 柳如烟里面 只有一件黑色紧身高领内搭 这衣服穿在他身上 腰是腰 臀是臀 身材太顶了 考虑到外面的气温 我实在没那个人 和他在外面闲逛 撞着胆子说 老师 要不去看电影吧 电影愿暖和 还不用说话 可能有点大 你将就穿吧 我站在门口 看着那双目测 42码的灰色妥协 陷入了沉思 不是 看电影 不是应该去电影院吗 为什么他要带我回家 有家庭影院了不起 趁柳如烟在厨房忙活的工夫 我飞快的还纪伯达 骨槽救命 什么情况 快说说 是柳如烟 他还带我回家了 我连说不得勇气都没有 而且他好像一开始就认出我了 怎么办 纪伯达 你说话呀 别动 我在思考 思考个毛线 我现在生死一线 不知道怎么过完今天 我最好的朋友竟然视而不见 再次瞄了一眼柳如烟 他好像快出来了 我狠狠地打字 你说 他等下会不会跟我聊你的论文呢 纪伯达秒回 不要啊 他是你老婆 你就是我爹 求求你 不要提我 我看见老婆这两个字眼 就头皮发麻 正要骂回去 柳如烟的声音在头顶响起 你和别人聊天 都这么专注吗 我不是 我没有 你信我呀 老师 我在和我室友聊天 柳如烟似乎只是开个玩笑 没想到我反应这么大 他将手里的果盘放到茶几上 又拿来一个软枕塞到我的背后 又不是上课 叫什么老师 他靠近时 我又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味 干净温暖很好 心跳步又加速了几分 一日为师 终身为师 柳如烟眼眼口而笑 可我没有教过你啊 我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 做得笔直 眼神十分坚定 老师就是老师 这点规矩 我还是懂得 柳如烟坐在柔软的地毯上 神情愉悦 是吗 你昨晚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 老婆明天见面我要亲自你 还要摸香香的春光 撕到补 撕到补 不要顶着那张金玉的脸说烧话呀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的手已经捂住了他的嘴 柳如烟如新的眼眸 静静望着我 手心那柔软的触感 正是他的唇 我迅速抽回手 看见他上扬的嘴角 我喜香香了 真的不亲一下吗 我的脸瞬间爆红 老师 我真的知道错了 如果知道是名 我肯定不敢胡说八道 柳如烟没烧跳了跳 你的意思 是别人就可以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 如果早知道是名 我绝对不会口无遮拦 我惭愧地垂下脑袋 老师 你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 我以后绝对不敢对您说那些话 如果我说我其实是个社会 一辈子没谈过恋爱 那些撩人的虎狼之词 都是在网上冲浪试学来的 不知道柳如烟会不会信 贺强你似乎很怕我 今天以后 是不是都不想再见到我 我浑身一僵 暗暗吸了一口凉气 他怎么会知道 借我十个胆 我也不想和老师谈恋爱 柳如烟苦涩地笑了笑 我也是第一次 你不能因为我的工作 就疏远我 这不公平 我的建议是 我们先试着交往一段时间 如果不合适 再想办法解决 你看怎么样 我挤出一丝笑 简直快哭了 老师 如果我说 你建议得很好 下次别建议了 你会让我的朋友记不搭挂科吗 电影没有看成 柳如烟十分善解人意 他看出我的不自在 换了件衣服 就送我回去了 一上车 我就闭上眼睛假装晕车 柳如烟开车很稳 和他这个人一样 到了学校 我迅速解开安全带 跳下车 冲着柳如烟又锯了一躬 谢谢老师顺路送我回来 车费我会转给你的 校门口有人来人往的学生 正朝这边看过来 我故意撇开关系 不等柳如烟反应过来 掉头就跑 一路狂奔到宿舍 靠在门板上 气喘吁吁 纪伯达从上铺探出脑袋 柳如烟送你回来的 我揉着肚子 跑太快 叉气了 被纪伯达敏锐的直觉惊叹道 你怎么知道 他伸手指了指我 你身上那件男女同款大名 我看他上课室穿过 靠那我刚才是穿着柳如烟的衣服 一路狂奔穿过校园的 难怪 我离开的时候 柳如烟在我身后哀了一声 我生怕他挽留我 或者说一些让彼此尴尬的话 拿出了跑八百米的速度 一路冲刺 纪伯达从梯子上爬下来 闪猴似的 围着我转了两圈 嘖嘖嘖 克强柳如烟有洁癖 他居然能把衣服给你穿 这说明什么 他把你当自己人了 四舍五路 我也是自己人了 毕业有望 我再也不用熬夜邪论了 我脱下大衣 用衣架挂好 这是个误会 外面冷 刘老师本着人道主 关心学生 才让我穿了他的衣服 等我送去干洗之后 再送给他 我们就两清了 有些话 当面我说不出口 但是回了寝室 我的胆子又大了起来 等下我就发消息告诉他 刘老师 我们不合适 方方面面都不合适 之前对您的骚扰 还请您当作一场热梦 忘掉他 不等了 我现在就发 顺便把他的备注赶了 纪伯达突然提高声音 为什么 不是谈得好好的吗 怎么就不适合了 是谁跟我说 这辈子都没遇到 这么温柔的女生 刘霸王只是对学生严格 他做错了什么 好好好 我的好朋友 为了论文 开始被刺我了 我郑重地告诉他 我这辈子都不会和老师谈恋爱的 从幼儿园到大学 我对老师只有崇敬之心 这纯粹的世上关系 我不能玷污他 纪伯达不依不饶 连我叙叙他也跟着 可你已经玷污了 你还看了人家的冲光照 还带我一起看了 我气得警告他 结果尿到了鞋上 那我又不知道是他 纪伯达 我对你有救命之恩 警告你不要吃力爬外啊 我捧起冷水 一遍又一遍冲洗眼睛 直到眼睛放红 我还是不敢相信 陪我聊过通宵的人 是柳如烟天啊 还不如告诉我 对面正在输入的是个鬼 这时手机亮起来 弹出来的消息显示是柳如烟 贺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给你带来不好的体验 是我的过失 我没有要刻意隐瞒身份 希望你能原谅我 隔着屏幕 我都能想象出 他温声说出这些话的语气和神态 如果当面说 我肯定无法拒绝 我们在网络上聊了这么长时间 几乎无话不谈 无论我倾倒什么情绪 他都能稳稳接住 从小到大 没有人这样温柔地对过我 我喜欢的 是他的内在 与他的皮相 也不能说没有关系 但这只是加分笑 这两年半来 我常常会梦到他 梦里总是看不清他的脸 我迫切地希望能和他见面 他却一直推脱 说等我毕业再说 为了照顾他敏感的心 我夸下海口 就算他长得再丑 我都不会嫌弃他 直到今天 知道他的身份 期待变成错愕 错愕变成恐慌 我承认 我才是那个小丑 深思熟虑后 我给他回复消息 刘老师 你人很好 和你做朋友的这段时间 我很开心 你的大衣 洗干净之后 我再还给你 以前说话口无遮拦 希望老师能原谅我 对话框里 正在输入中 和柳如烟来回切换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回过来 好多听你的 我盯着对话框 心底说不出的失落 纪波达恨铁不成钢地瞪着我 克强你糊涂啊 两年半的感情 就因为他是老师 你就放弃了 他是老师 又不是逃犯 再说了 那全愿追他的人多了去 你可是第一个泡到他的 你还没吃到呢 就要放弃了 当年我军训运动 教官说我装病 你背起我大骂 教官傻逼的勇气去哪 我搭了着脑袋 支支吾吾 那我从小看见老师就发出了 我控制不了啊 我开始后悔 自己心急要见面 一连几天 柳如烟没有再发来消息 每晚入睡前 我都要把我们的聊天记录 从头翻一遍 直到困意将我带进梦目 与他相见 我的生日快到了 往年我都会提前收到 他寄来的礼 可他准点送来的祝福 以后怕是再也没有了 衣柜里的那件黑色大衣 还整齐地挂在那 看上一眼 就会回忆起那次的场面 心脏一阵麻麻的感觉 我想以还大衣为友 给他发消息 可又害怕还了之后 我们再也没有联系 更害怕他生气 已经把我删了 纪伯达看出我最近情绪不好 他订了包厢 说等他下课 就带我去放松一下 过了一会 纪伯达打来电话 让我赶快去开教室 他压低声音 语气着急 各抢你快点过来 李老师抱着鲜花 把柳八王堵在门口 我手一抖 巨大的危机感袭来 连忙问 哪间教室 发给我 挂断纪伯达的电话后 我一路狂奔 一路上脑子里 只有柳如烟的脸 还有爸妈车祸离开后 他通宵陪伴我的记忆 外面的风很大 阳光也很刺眼 路边的树逐渐模糊 我小声嘀咕 柳如烟你不要答应他 你说过你只听我的 只喜欢我一个人的 老师也好 老婆也好 从走廊穿过 吹起我凌乱的本发 柳如烟从教室里走得出来 眼中闪过一丝心疼 一步步朝我走来 我喘着粗气 心脏狂跳 一时有些手忙脚乱 柳柳老师 我来接纪伯达 就你们班的纪伯达 他他他 柳如烟走进我身边 抬手里了下我的头发 轻轻一笑 这么急 是怕我跑了吗 柳如烟的眼神 温柔的像要溺死我 我分不清是因为跑步 还是因为他 心脏跳得快要爆炸 柳老师我 明明有很多话想说 为什么一开口就开始哽咽呢 我在心底埋怨自己不争气 柳如烟突然垂眸望着我 贺强你已经一个星期没有理我了 我很想见你 所以拜托你朋友帮了个忙 你会怪我吗 我非快地摇头否认 我不怪你 是我太胆小了 柳如烟抬手 轻轻开去我脸上的灰尘 只副自脸颊滑过 我感受到他手心的温度 血液逐渐上瘾 耳根发烫 柳如烟点起脚尖 动作温柔地替我把恶钱的短发 还突然顺手 摸了摸我的耳朵 我浑身一颤 惊恶地抬头看他 他收回手别在身后 弯腰淡淡一笑 克强不是胆小鬼 他是我见过的 最勇敢 最坚强的男孩子 我见过他酷暑天 背着同学满头大汗 跑向医务室的样子 也见过他独自一人 回家祭拜爸妈 擦掉眼泪乐观生活的样子 胆小的是我 早就认识他 却只敢看着他的背影 害怕一靠近 他就跑了 能认识他 是我的荣幸 高考结束后 老爸奖励了我一部手机 我下载了最热门的游戏 从小到大 我没有接触过电子产品 也没有说得上话的朋友 除了学习就是学习 老爸总说 上学时候的朋友都不是朋友 等毕业了就都散了 那个暑假 我几乎是报复性的玩手机 游戏中 我选的角色都是战士 粗叶汉子手拿板斧 能打能扛 结果那次 我畏畏缩缩蹲草风 被队友喷得狗血淋头 一怒之下 我和对面挨地脚 时尚柳越的法师成了朋友 每次开黑我都叫他 他比我还会骂人 有他在 我们打游戏就没输过 逆风骂队友 顺风骂对手 时尚柳越 你那倒是拼兮兮卡的吗 五半天了 人一滴血没掉 时尚柳越 大哥你也不容易啊 一个人养活了对面五个人 少送点吧 还没过年呢 八月末 我和他说 我要去离家很远的地方读大学了 想想就幸福 他说他也要开学了 以后只能周末完 还给我发来一段语音 我不在的时候 你不要和别的男孩子一起玩哦 我这才知道 和我一起蹲草骂街的 是个女孩子 她是我在网络世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听声音年纪不大 但是我们很聊得来 我每天都上线蹲她 可她的头像一直都是灰色的 她不在的时候我就给她留言 多久上线了 大妹子 你不在 骂人都不香了 上分也没进了 一直没有回应 好在那一年 我认识了纪伯达 她不喜欢人多 花钱生了双人寝室 我也跟着沾光 我们常常开黑到天亮 直到大一下学期 放寒假了 她终于上线了 我立刻给她发消息过去 大妹子 你终于上线了 我还以为你被人绑架了 差点失去支援 对方隔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来 抱歉 家里有点事 没有登录游戏 贺强你最近还好吗 我对着聊天框愣住 我的游戏ID 也是确起 但是她从没有叫过我贺强 我斟酌了一会儿 给她回过去 你被夺势了 小孩姐成熟了 她说的没错 第二天小孩姐就上线和我道歉 对不起 昨天没有和你打招呼就下线了 她太客气了 我一下子也聚紧起来 连忙说没关系 我到现在还没问过 她上的初中还是高中 该不会是小学吧 一想到和我上战场的队友 是个完蛋在吃麻辣公子的小学生 我瞬间有点便宜 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小生初是不是挺忙的 对面回得很快 我是高中生 悬着的心 一下子就松了 高中的社畜生活 确实很忙 难怪她一直没有上线 我拉她一起打游戏 她再次拒绝了我 我该下线了 明天再聊 那时候 我也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好朋友 直到那天 爸妈吵架 我躲在屋子里 没有出去劝架 窗外是噼里啪啦的爆竹声 我将自己蒙在被子里 悄悄羡慕姬伯打友 疼爱她的父母 一觉睡醒后 手机上几十个未接来电 我心慌得厉害 正要回波过去 电话又打了过来 爷爷说 爸妈赌气去离婚 路上遇到车祸 一起走了 我陷入深深的自责 怪自己自私 往常她俩吵架时 我都会去劝 唯独这次 我没出去 她俩就以这种方式离开了 能让我内疚一辈子 那年冬天 是我过过最冷的冬天 家里再没有烟火气 只有我一个人 孤零零的过年 那天 我打算卸载游戏 突然觉得 网友也是朋友 人生应该好好告别 结果我一上线 就收到 时尚柳越发来的一连串的消息 她问我怎么这么久才登陆 又助我新年快乐 她温柔的关心 让我寻到依靠 我坐在地上 大哭了一场 问她能不能加个绿泡泡好路 我想找人说说话 她同意了 那通电话 我哭得泣不成声 说的话也没有逻辑 从小时候被迫看爸妈吵架 努力考好成绩去讨好他们 到他们的突然离开 我迫切的想把所有的委屈 都倾倒出来 等我哭够了 电话那端传来温柔的女生 克强这不是你不错 天知道 她这一句话 犹如神奇 让身先内耗中的我 找到救赎 后来 事情就渐渐失去了控制 她每天都会问候我的情况 我怕耽误她的学习 不敢和她聊太久 但每天都期待着她给我发消息 那时 纪伯达还提醒我 青春期的女生 很容易爱上和自己天天聊天的人 提醒我不要祸害妹妹 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 小咪咪问她准备报哪个学校 她居然说 她在我们学校 这我怎么能忍 我必须见她 可她死活不肯 我化身大产小子 一步步试探她的底线 先是看看手 再哄着她让我看看锁骨 再是眉腿春光 两年半啊 整整两年半 我天天蹲守食堂和图书馆 放大照片 寻找可疑人物 结果一个也找不到 那些人要么声音不像 要么感觉不对 我实在忍不了了 软磨硬泡两个星期 还用极品双面归音叫她老婆 这才争取到这次面积的机会 我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 可看到柳如烟的那一刻 我还是两眼一黑 原来她说的在我们学校 是当老师啊 和柳如烟把话说开后 我们正式确认了关系 KTV里 我和纪伯达一人一个话筒 激情演唱着快的兄弟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笑着看我们嚎叫 快到十二点时 服务员送来蛋糕 纪伯达给我戴上生日帽 催我快点许愿 我看着眼前我最喜欢的两个人 闭上眼睛 许了个朴实的愿望 愿我们都健康 平安快乐 纪伯达还送了我一件屋 叮嘱我回去后再打开看 拉着我又唱了一遍 向天在界五百年 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后 我摊在沙发上 柳如烟突然喂过来一半橘子 很甜你尝尝 我看了他一眼 又扫了一眼正在点鸽的纪伯达 说实话 我是很想吃的 但是纪伯达在着 我有些尴尬 柳如烟手里的橘子 又凑近了几分 几乎碰到我的唇 我红着脸 迅速张嘴飙了过来 却不想 一个没注意 咬到了他的手指 我连忙捉住他的手 查看他有没有受伤 柳如烟眼神暗暗 俯身靠近 橘子甜吗 不甜 一点也不甜 但是我不想让他扫兴 点了点头说很甜 说完 我用力嚼了嚼 他却突然扣住我的下巴 是吗 让我尝尝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以俯身吻过来 酸色的果肉被他分享 吞咽 时间向被暂停 他领着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他的气息和霸道的掠夺 夺走了我所有感官 待我接近窒息 脸色胀得通红时 柳如烟终于松开 他的额头抵在我的胸膛 喘息粗重 柔嫩的指幅蹭了蹭我整张的唇 对不起 我可以再问你一次吗 哪有人这样问的 虽然我也有点意犹未尽 包厢里太安静了 我突然反应过来 刚才我们接吻的时候 纪伯达还在 我已把推开柳如烟坐直身的 心虚的看向角落 纪伯达居然不在 柳如烟把我做贼心虚的样子 看在眼里 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已经走了 什么时候 我怎么没发现 柳如烟眨眨个眨眼 男眼笑 在你开始回应我的时候 柳如烟送我回去之后 约了我周末见面 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 我沉浸在喜悦中 等到了宿舍 我坐在位子上拆礼物 先是柳如烟的 蓝色丝绒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款游戏机 是我曾经和他提到过的一款 我说等我做家教攒到钱了就去买 没想到 他一直记着 里面还有一张手写的卡片 克强先生 愿你平安喜乐 人生无忧 自己熟悉 是柳如烟亲手写的 我将卡片看了又看 最后放进书里加好 等拆开纪伯达送我的礼物之后 我将在原地 脸色瞬间爆红 纪伯达 我一声怒吼 爬上梯子 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原本以为他睡了 进门我都放轻脚步 生怕吵醒他 没想到他戴着耳机在被窝里追剧呢 我拎着手里那包小儿隔屁袋 抖了抖 感觉足足有一百个 你给我买个什么玩意 哎呀好玩意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都和宿管抱贝过了 你回来干啥 我气不过 踢了他的屁股一脚 把我丢KTV 还送这玩意 你是巴不得我被炸干了 教导他这样 体贴的朋友 不知是我的福 还是我的活 纪伯达黑黑笑意 冲我耸了耸眉梦 我这是给你们创造独处的机会 我放下狠话 你等着 等你谈女朋友了 我也要送你一份大礼 周末天气很好 太阳晒在身上 暖洋洋的 柳如烟这次没有将车停在门口 而是隔了一条街那么远 我走过去的时候 他正倚着车门 玩着手机 阳光洒在他的身上 像镀上一层朦胧的滤镜 一身郁解的穿搭 加上精致的容颜 白皙粉嫩的手指 妥妥的氛围感没你 别发了 我到了 我压低声音提醒他 走来这一路 手机就正个媒体 都是他发来的消息 无非是提醒我多穿衣服 时间还早 不要着急 柳如烟听见我的声音 一抬头 眼神恍惚了一瞬 打亮了我几眼 勾起唇角 今天确实穿得挺多 他在笑话 我害怕被人发现 早上出门时 刻意翻出之前 买的超大号围巾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一路挨着墙边 走过来的 我自己都感觉不美妙 偷感很重 人多眼砸啊 上车再说 柳如烟笑出了声 好听你的 严格来说 今天才算是我们 第一次正经约会 我却忘了他要带我去哪 直到柳如烟把车 停在医院门口 我愣证住 指了指窗外医院的牌子 你身体不舒服 柳如烟笑了笑 下车替我开门 走吧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难不成是他的亲戚 这么快就要见家长了 还是在医院 我什么都没带啊 羽绒府里面还装着 纪伯达送我的隔屁感 这太不合适了吧 我跟在柳如烟身后 归宿走着 那什么 我要不去门口买一篮水果吧 柳如烟闻言 看了我一眼 不用 他不爱吃水果 说完 牵着我的手走上台阶 我在心里喊叫出声 皮鞋都快抠出几个动漫 为什么第一次约会 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女 头戴一顶灰色针织帽 脖子上挂着白色的眼镜 乍一看 眉眼和柳如烟有几分相似 少女看见躲在柳如烟身后的 苍白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你是雀气 哈哈 终于见面了 来来来 上线打一把游戏 病房里 沈薇薇开心的笑声不识传来 我坐在一旁 心情复杂 我那时候生病了 医生不让玩手机了 可我不在 又担心你骂不过他们 干脆让我小姨替我上号 我小姨狠菜 不会打游戏 只会死板的问候早安晚安 柳如烟轻轻扫了太医 我只是不喜欢打游戏 不代表我不会 沈薇薇丝毫不怕 冲我几没弄你 后来你有一段时间没上行 我以为你不玩了 就没再缠着她上号 没想到她背着我 把你撬走了 小姨你真是不讲武度 原来一开始跟我打游戏的CP是沈薇薇 怪不得两个人前后的变化那么大 纪博达还说是一年没见 小孩姐成熟了 我们在病房里聊了一会儿 沈薇薇一直在说段子 看起来根本不像个生病的人 离开的时候 她还冲我招手 确起确起 下次还要来找我玩哦 柳如烟看出我有心事 揉了揉我的头发 别胡思乱想 她这是遗传病 好好治疗 不会有事的 我一听更放心不下 遗传病 那你有没有去检查一下身体 柳如烟错了一秒 眼底浮现笑语 你在关心我 我脸一热 硬着头皮说 可那我们都在一起了 对你的身体健康 肯定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柳如烟忍着笑 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我对着她的脸 我就说不出烧话 反倒被她拿捏得死死的 她见我表情沮丧 淡淡解释 微微的病 遗传她爷爷 她父母都在国外 她不肯去 从小跟着我比较多 这小女孩之前不听话 不顾自己的身体 通宵打游戏 被我发现后 跟我软磨硬泡 求我一定要上线 和她的朋友聊天 我还以为她早恋了 我连忙解释 没有 绝对没有 你都看到了 我们一开始可没有聊什么 不正经的内容 柳如烟又笑 冷冰冰的脸 笑起来特别勾人 问我知道 你是后来才不正经的 死嘴 快说呀 说她也不正经 让发春光照就发春光照 快说呀 脸红个什么劲 和柳如烟吃完晚饭后 我们谁都没有提回去的事情 一瞬间 车上安静下来 静到能听清彼此的呼吸声 我尴尬得手都不知道 往哪放好 柳如烟打破了沉默 她说开车带我去江边散步 我连忙说好 说完后 财后之后 觉得发现自己手心都是海 一路上 她开车 我低头忙着玩手机 顺道给纪伯达发消息 我一和她对视就紧张 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 她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可她又没谈过恋爱 我们现在去兜风 还不知道几点回去 纪伯达道 别回来了 我求你了 让她发挥点作用吧 一想到小孩别屁带 正藏在我羽绒服里 我就不禁脸颊发烫 偷偷瞄了一眼柳如烟 她正专心的开车 侧脸看过去 好像更美了 纪伯达 我怂 怂什么 干狠狠地干 征服她 让她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一定要充分地发挥她的用处 让她上不了明天早八的课 可恶 她果然另有所多 我正要讨伐她 车突然稳稳停下 柳如烟侧头看着我 手机这么好玩吗 我张了张嘴 啊不是 比我好玩吗 我一阵蒙圈 不要这样好吗 天还没黑透 稍话等会儿再说行吗 天黑了 冬天的太阳就是这么暖 着急下班 江面上灯如繁星 零零散散的行员 裹着围巾缩着脖子散步 我双手揣在羽绒服兜里 跟着柳如烟在江边转悠了一波 她突然停下脚步 冷吗 说实话 不冷 看了看她身上的大衣 这玩意好看 但是不抗风啊 我想她应该挺冷的 作为一个善解人意的男孩子 我当然要关心自己的女朋友 我低头看着她 手 柳如烟笑嘻嘻地将手伸给我 食指紧扣 她指尖微凉 蹭过掌心时 让我心跳漏了一排 真的好冷啊 我顺着她的话说 那我们回去吧 夏天再来吹江峰吧 这浪漫 有点浪不起来 柳如烟闷笑一声 将我的手握得更紧 好多听你的 说是回去 可我们都没有说回去哪 她上车掉头 一气呵成 看路况 不像回学校的路 我悄悄拿出手机导航 果然不是 一瞬间 脑子里涌起乱七八糟的画面 有能说的 也有不能说的 我不动声色地把手机关机 往一背上一靠 假装睡了 等柳如烟停车后 我再迷迷蒙蒙地睁开眼睛 这么快就到了呀 一致是哪里 柳如烟静静地看我表演 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 几点了呀 哎我手机没变关机了 老师你有充电器吗 我充她眨了眨眼睛 眼神十分无辜 柳如烟脸上慢慢样起笑 叹过身 轻声说 有不过在楼上 我拿下来给你 嗯不按套路出牌 我连忙拉住她的胳膊 那还要你跑一趟 太麻烦了 我看还是我和你一起上去吧 柳如烟低头看着我的手 思索了几秒 好似有几分为难 那行吧 柳如烟的家 我不是第一次来 但是这一次 放在我面前的是一双粉色的新脱戏 上面还有小兔子耳朵 我忍不住嘴角上扬 下一秒 柳如烟蹲下身 要替我脱掉鞋子 我吓了一跳 刚要躲开 我自己来就好 不用帮忙 柳如烟低头看着我 眼神晦涩难眠 可是 我想帮你换 我坐在换鞋凳上 心里偷笑 果然还是老是会疼人 等鞋子穿好 我顺势将柳如烟抵在鞋凳上 深深地吻过来 他紧紧闭上眼睛 毫无反抗的余地 等我的手 顺着耳朵 一路往下 摸到薄梗石 他稍稍退后 喊着粗气说 热不热 脱了吧 情动十分 我抽空 搂着他问 明天早八就别上了吧 可其他老师调的可行吗 他暗哼着拒绝了我 我在心里默默地道歉 记博答 我帮不了你了 柳如烟察觉到我6号 不满地掐了一下我的腰 专心点 叫了两年半的老婆 再叫一声 我就答应 那老婆明天早八就别上了吧 好听你的 完结族人们快回村了